大家好,我是Tony 我們今天來新竹線橫山鄉旅行 上午造訪大旗洞步道 中午抵達大山貝人文生態館 來這邊用餐 用餐在走走這附近的步道 大山貝人文生態館的前身是風箱國校 創建於日治時代大政十二年 民國七十二年廢校 現在轉型為大山貝客家人文生態館 這裡是以前的風箱國校 路源是非題 沒有創意的 這是以前風箱國小的教室 這是歷史將近一百年的校園 如果沒有廢校的話 明年就是一百周年 現在十二點五十分了 先用餐 餐廳的Menu很有創意 選擇題 大山北越小學堂 早期校園裡面的神社 這是蘑菇 來擂茶 飯後甜點 以前的教室現在變成餐廳了 我們用完餐了 時間過得真快 上一次在這裡喝咖啡 已經是十六年前的往事了 我們現在參觀一下後面的教室 在這裡喝咖啡 留校查看 現在不聽老公的話的話 就開除了 你被打扁 我自行退學 大山貝柑橘果式 這裡介紹大山貝的特產 柑橘 柑橘 柑橘人生 這裡有風箱國小的老照片 民國三十九年六月二三日 第五屆畢業留戀 等十一屆畢業生 大概二十幾個人 報告老師 我以後不敢逃學了 原諒我一次 不要記過 留校查看好不好 我們從這邊進入後山步道 這是以前校園內的神社參道 不過神社早已消失 這座儲水巢就是昔日神社的本店 黃曲又行 這是桃學步道 在這裡 同學 同學 不要翹課 我們一起翹課 這裡有鞦韆跟座椅 所以到這裡 還不算逃學 逃學步道路口應該在前面那邊 這是逃學步道的路口 也可以通往齊隆山 这条不是桃圈步道 你会走回学校被校长抓到 我们走走看好了 后山步道 我十几年没来了 板根树 这里有翘翘板 后山步道长约500公尺 现在开始往下走了 这边的出口封闭了 还好这边有步道 可以绕回神社那边 刚好是环撞一圈 我们回到出水潮这里了 那现在继续走往桃圈步道 我们现在进入桃圈步道 要桃圈就要走走隐秘的路线 要这么辛苦的桃圈 不如好好待在教室上课 爬上人线了 这山径就平缓了 到了 齐龙山 齐龙山 这是我第一次登顶齐龙山 继续往前走 从这边下山 逃学步道的终点就是上山喝咖啡餐厅 你这根臭石头 害我老婆跌倒 老婆我印象他处决了 登山借行是一项有风险的户外活动 所以请务必注意安全 发生意外的时候不要怪罪领队 好啦领队应该走前面 来 Change一下 下山差不多五六分钟而已 抵达上山喝咖啡餐厅的登山口 所以如果要登齐龙山的话 从这边的登山口上行比较快 应该六七分钟就可以抵达齐龙山 路况也非常好 不过新鲜怕过有时糙 腳没打糙下人模 还是要注意一下地面上的石头 不要踩滑倒了 不然老公会心疼 上山喝咖啡 只有立假日才有营业 周六周日 我们现在就走足35香道 回到大山贝人文生态馆 竹山15 7K 差不多走十分钟而已 我们回到大山贝人文生态馆了 前面那里是齐龙古道的路口 这是齐龙古道的路口 今天造访大山贝人文生态馆后山步道 桃学步道 滑到一圈差不多一个小时而已 本来还打算走齐龙古道 不过后来想想时间也晚了 见好就收 或者见坏就收 齐龙古道就留到下次再来造访好了 我们今天下午的大山贝人文生态馆 后山步道 桃学步道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